在文艺之乡的旅程中 当地朋友告诉我 来到这儿一定不能错过一顶轿子 据说像这样的轿子 全国只有三堂 我相信每一个走进来 第一眼第一次看到它的人 一定都会像我一样 发出一句这样的感叹的 一眼望过去 这个色泽和雕刻的精细程度 实在是非常的华丽炫彩 而且你眼睛一眼扫过去 每一次的聚焦 它都是一处的故事 一处的风景 眼花缭乱的 不知道该从哪看起了 这个眼前让我叹为观止的万公教 花费了超过一万个宫石制作完成 它也是国家级飞仪 宁波朱金七木雕精湛记忆的集中体现 朱金铺底是以金箔贴花 集合圆雕 浮雕 透雕等手法 刻画出几百种人物故事 花鸟鱼虫 再趁以绣片 流苏 玻璃彩绘 进行装点 整座轿子 玲珑剔透 华丽气派 光彩夺目 金雕戏灼下 打造出一个如梦似幻的世界 而造梦者就是朱金七木雕的非遗传承人 陈盖宏 这个轿子太华丽了 我刚才转了好几圈 每一生都是感叹 这个已经好多年了做 十多年了 做了多久 这么快 零七年 零八年 零九年 做了三年 我们只要几个土地 几个工人一起做 做了三年 假如说一个人会整的话 要做三十年 零七 零八 零九年 做一直保存到现在 它的光泽度竟然还这么好 朱金七木雕 我们天天都是增进 再保持五十年 一百年也没有问题 宁波朱金七木雕 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常常出现在传统的勇士家具中 这门璀璨夺目的飞衣手艺 跨越千年时光传承至今 仍旧易易收回 这么精美的轿子 它是用来做的吗 我们宁波去新娘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叫龙峰花轿 送到的时候封的 这个花轿做好以后 才有这个新娘 这个花轿最高的这个是快新 手里面拿了一支比拟 这就是点状元了 对 我这看过去有孩童 有风景画 所有美好的祝福寓意 都画成小姐课上面了 对 这古代新娘结婚的时候 既然是这么大的场面 做这么精美的花轿 所有的心思都在这个雕刻上展现了 咱们这个朱金七木雕 除了花轿还会运用在哪儿 这叫它用的地方有好多 宁波的建筑里面 用很多用族金七木雕 家具包括水里红枣 架枣 在以前的浙东一带 结婚时浩浩荡荡的 取青场面中 除了华丽的轿子 还少不了雕刻精美的昏床 刚才大家跟我一块看了 万宫轿 现在千宫床来了 宁波有句话 一室桌冷 白室菜草 每天我都要睡觉了 对吧 宁波冷草走得比较家具的 草里面这边有柜子 这边还有砂桶 它除了这些功能很齐全之外 尤其是上面的图案 图案是很精美的 我走进这片家具区之后 有这个桌椅 橱柜 然后红箱 特别像古时候 婚礼家具的时候 十里红装 怎么就要十里红装呢 这个家出去的家床 这个一高一高台的 能得十里入 说明大物能加 声势浩大 万宫轿 千宫床 绚丽多彩的珠金青木雕 在岁月的沉淀下 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从一块木头到精雕细琢的工艺品 凡复多样的工具就有上百种 往往需要经过画稿 打胚 木雕 修漆 镶嵌 上彩 装精等 数十道工序 夜以继日的沉淀才能完成 根据我的生活经验 这儿有锤 斧 锯子 这应该是跟木头有关的了 对 只处理木头这一环节 大致最关键的几个步骤 有哪些 木工 雕刻 九七 这边就到雕刻了 对 这个打胚枣 打胚的就是这个打毛胚的 要敲的 这边是尤其的工具 陈老师告诉我 珠金青木雕讲究三分雕 七分七 修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中式审美偏爱的正红色 全靠猪漆的渲染 而它也来之不易 猪漆怎么来呢 生气 这个童油 竹子拍起来 这个生气 一般性的 这个皮肤要过敏的 皮肤擦的话 你这个生气碰到 有这个炎炎炎了 不得了 所以您在接触这个 珠金青木雕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困难不仅说是 怎么样把记忆雕好 怎么样雕得好看传承 更多的也会来自身体的 一些过敏的反应 对 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接触 学习这个木雕记忆的 我们从小就开始了 47年了 现在还有学生啊 年轻人啊 这个珠金青木雕 一出过来几年 那如果是学生们 孩子们过来体验的话 这么多步骤 其实都挺繁复的 哪一种会比较适合 能让他们参与的 也别像我们都是 贴金比较方便一点 你也可以试一下 贴金是宁波珠金青木雕 画龙点睛的一步 也需要极大的耐心 厚度只有0.1微米的金箔 船口粗气都会被吹破 每一下都要摒弃凝神 稍有不慎 就可能让之前的努力 功亏一篑 我现在拿到这一张筋膜 特别轻 特别软的 我不自觉地 要把身影放轻了 因为你看 我一说话这个呼吸 这个筋膜瞬间就要飞了 我好软啊 我不敢呼吸啊 老师 可以 这一块在红的地方 再把它切得捏住 可以了 它为什么能这么轻松地 就粘上去了 它这个底气已经打好了 哪里有得轻 哪里少 也是7 这样的一个衣架 大概要贴多少张 这样的筋膜 贴几百张吧 我这小小的一个圆 已经让我用了 这是第五张筋膜了 按理来说其实几张 够了 我们今天把四杂肯定够了 这个要把它剪下来 现在也就碎了 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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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只是一个轻轻把这个筋膜给覆盖上去的动作 就已经手忙脚乱的了 扫的时候 扫进去 就是这样子 我里面按 不是说 不是这个 不是说 要点上去 要叠上去 重一点不要紧 轻轻戳这几笔的时候 最大的感受 你一定要很专注 因为这个木雕 它雕刻的时候 纹路有的是浮雕 有的是透雕 那个木头的纹理 你要把金箔贴进去 贴到那个缝隙里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它的纹理走 很全神贯注地盯着它 一呼吸一不留神 可能它就沾不到这个漆上了 就满天飞舞了 笔刷辅过柔软的金箔 点亮西星雕刻的图案 也点亮了流淌的时光 和永不褪色的坚守 带着岁月的温度 闪闪发光 今天咱们跟着陈老师 学习体验了解了 竹金七目标 这个在当地流传千年 存在于他们记忆当中的非遗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小问题 要考考大家了 我刚才参与完成的 这一部分 长方形的衣架 那她在古代婚礼时 是男方准备的 还是女方的嫁妆呢 大家猜猜看 看点这个红色的金色的 特别喜庆 跟着她一起刷金的时候 我也是不敢呼吸 摒弃宁神 你说这么昂贵的衣架 到底是结婚的时候 男方准备 还是女方准备呢 女方准备呢 我觉得吧 那个猪金七的那个轿子 肯定是男方准备吧 这个呢 是不是就应该女方的嫁妆 属于嫁妆的一部分 我觉得根据男的买汽车 女的买衣柜原则 所以说呢 这个衣架应该是女方准备 好 来看看当地朋友是怎么说的 宁波一带的婚嫁习俗 有一种特别的讲究 家具不是依靠功能 而是依靠形状 来区分由哪一方准备 风的话呢 是男方准备的 草啊 贵子啊 原点呢 是女方准备的 原同骨牌 所以按当地的习俗来说呢 古代婚礼的时候 一般方形由男方准备 那圆形都有女方来准备 寓意团团圆圆 和谐美满 大家答对了吗 这个还是没答对 猜错了 想象不到 原来这个方形的朱金漆 木雕衣架 是由男方准备的 圆形的是由女方准备的 实际上呢 我们还能看到 它背后的一种文化哲学 古人认为天元地方 这种方圆文化 在中国的家具 室内布置当中 是广泛存在的 比如我们装修 头顶上起灯池 你要起圆的 脚底要铺瓷砖 要铺方的 你没见过圆的瓷砖 而且你说 我不铺瓷砖 铺地毯 地毯的图案 要是四四方方 稳稳当当的 如果地毯图案是圆的 一个圈套着一个圈 你走到地毯上 你就发晕 脚底就发软 这种方圆文化 在我们的日常器具当中 也有体现 比如筷子 它一定是一头是方的 一头是圆的 这是有文化的筷子 因为你如果都是圆的 它搁桌上 它就停不下来 它就滚走了 但是如果你都是方的 你吃粉条 吃米粉 吃面条 你就夹不住 这叫无方不利 无缘不成 方圆并用 耐可成事 太好了 不过你看当地的这些 宁波的老式的 珠金漆木雕的家具工艺 有很多老师傅 在制作这个技艺的时候 对于这个漆有点过敏 这就说到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所说的漆器用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来自于漆树 它的基本的成分就是漆分 这是一种分类物质 会引起过敏 那在所有的漆树棵植物里面 其实都有类似的成分 大家最常遇到的 让我们过敏的芒果 对 好多朋友一吃这个芒果 嘴巴就肿 所以在古代的话 你会发现 修漆工艺的 它是专门的世家 一辈一辈的传承下来 其实今天来到了咱们这个咸祥镇 我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 确实是 这次旅程有满满的穿越感 就是看到很多日常的细节 从这个珠金漆木雕 到这个余想的制作 再到那个走书 对 我们就会发现 在一些家常日常平常的生活当中 有那种鲜活的文化体验 所以文化文化 重点不在文 重点在画 把那些文本文章文字背后的信念 理念哲学 化成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方式 行为方式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时间 时间可以发酵 它就好像说在余想里面那种 丰富的鲜味和滋味一样 但时间也可以沉淀 它可以变成 珠金漆木雕里面那种 生活的鲜活色彩